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梅雨还没报道 南台湾的屏东马家乡旧舍路剥落 却因为封面滞留 昨天中午过后突然下起大雨 造成爱流南西上游吸血暴涨 5名登山客受困 加码队员摸黑上山救援 渡西架设安全绳索后 终于在今天顺利救出 5名男性登山客 中游宣布 自周一凌晨零时起调降汽柴油价格每公升0.2元 调降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 925千汽油每公升33.7元 925千汽油每公升35.2元 985千汽油每公升37.2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32.6元 台铁感大智慧风潮开发官方版订票APP 正在加紧测试 预计6月中正式推出 不但可以查询时刻表 列车动态资讯 还可以直接订票 付款 更特别的一项功能是 万一发生事故 造成铁路中断或延误 也会主动通知用户 新航雅客电视总理报道 新航雅客电视总理